在前几日 鹰匠参与唱齐杯的首局比赛 起初优势巨大的鹰匠 在一招鹰匠一首后胜率只降60% 在比赛结束后 鹰匠是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 大事不好 蹭了一下 从脚后跟凉到了 我整个头顶 踹一下我整个人就凉了 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裁判没关 我差一点 我这个右手我就没忍住 我就抽上来了 差一点 就连鹰匠都没想到的是 这局比赛的起步 受到了不少顶尖棋手的围观 我是真没想到 什么时候我比赛 柯杰 莲孝 唐伟星 这种中国围棋顶尖棋手 都搁那儿看我比赛的棋谱 你们还要为我们中国打亚运会呢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呀 亚运会上 直接把鹰匠的棋 放在小身面前反复播放 直接进行一个数据库的污染 柯杰 长点心吧你 还搁这儿看我棋谱呢 还点评我和李建宇说过俩 棋逢对手卧龙封楚 这个李建宇 我发现也是个人才 正所谓棋逢对手 降狱良才 旗鼓相当卧龙宋楚 真的是 真的是不可多多的人才 捷抱一顿包一词说下来 听起来居然像是在骂人 他嘛你就啊 你再看这隔我对面下棋了 再就咱俩了 有什么地方 就不再来 这个地方 你把杂杂的皮疙瘩 帮助 都可以用上棋的尾巴 然后我把它帮助 说下棋了 好 我不要建议 輕鬆 2 2 3 3 5 6 6 6 7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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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